我前天看到一份资料 十岁女孩念佛三年 欲至实止 她往上 念佛爸爸叫的 她小啊 六七岁的时候小朋友啊 爸爸给她讲 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哦 越说她越听越欢喜 这么好的地方 所以她也要念佛 当然爸爸喜欢 十岁 欲至实至 这一天 女儿突然给爸爸说 爸爸我也回家了 时间 讲得很清楚 是哪一天的上午十点钟 具体的时间我 记不下来了 那么她还要求爸爸 邀请一些亲朋好友 来送她 给大家做证了 到时候证我 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来接引她 她坐上联花了 走了 就一个理由 极乐世界这么好 我为什么不去 来给我们做 做正传的 给我们做证明啊 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而且大家都看到了 小女孩站在莲花上 立刻了 女转男像 信 金色神 向西方去了 来送她的人 大家看看 我们修佛修了这么多年 夏连老的汇集本 慌念出老旧室的接触 将极乐世界 一阵状言 详细做出来报告 我们看到了 没有不声欢声点 想不想去 早一点去 不要偷我 要把这个事件 统统放下 不值得留念 走的时候 干干净净 欢欢喜喜 什么叫干干净净净 所有一切冤情 一臂勾销 看一切众生 都是诸佛如来 都是法身菩萨 对我永恒地 感恨他 对我永恒地 不再放在行上 心地清净 善良 知道 毁谤我的人 无辱我的人 障碍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将来 也要到西方 极乐世界 我先去 他们往生的时候 我跟弥陀 一起来欢迎他们 为什么 反复造作种种 恶意 是忘心的 不是真心 真心 没有丝毫无忍 没有丝毫无忍 下我念 念都没有 都不起心 不懂念 真心 全是阿雷 全是迷惑颠倒 忘心 苏神 忘心是虚妄的 他执着 那就有古报 古报就是六到三度 总有一天 他会就 这一天 也许就是明天 也许就是明年 也许在无量节之后 过人 英语不一样 我们今天明白了 看清楚了 统统放下 一尘 不然 用真尘心 一想 诸安妮 阿弥陀佛 这个小女孩 十岁往生 为我们实现 这是最近的例子 我们要向他学习 六七岁就知道念父 十岁往生 人尽天上 没有丝毫 贪念 我们果然发现 真尘 相信 一丝毫怀疑没有 大臣经上 世尊昌书 静随心传 我们肯定 得到 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 第一个 身心健康 念头转 整个身体细胞 统统转 那第二个 这个效果 就是 日吃 食指 这两种效果 不能产生 我们心里 都有疑惑 这种效果 这种效果的产生 连美国 修兰 博士都知道 现在量子力学家 知道的人很多 所以提出来 以心 恐怖 以我们的念头 来控制 物质现象 控制自己身体的物质现象 控制我们生活环境里的物质现象 再念头 这是最新的 科学 从开始发展到现在 不到三十年 最新的 科学 概念 就成为量子力学 走了 特别 感谢 警察 收听 闻